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提问环节 我们现场呢有医务工作者 也有很多的临终关怀的志愿者 邀请大家在提问的时候 在原地就行举手示意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到您的手上 大家在提问的时候 建议先说自己的专业科室 或者自己所在的项目 用尽量简洁明确的语言进行提问 我们在场呢像看布刚才所讲啊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者面对的 就是没日的死亡 但是我们又缺乏死亡教育 所以所有的死亡和心理建设 可能都是自己完成的 想必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思考 也有很多的困惑 欢迎大家来提问 看布您好 我是在我应该是医学科研单位 做医学和心理学的一些工作 我想有几个问题啊 就一个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他也是学习造成佛教 然后大概是三十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然后也是得了一个病 然后大家给了很多的祝福 就是我和他在他临终前的时候 我和他聊的时候 我就问他 面对这个死亡会不会有一些恐惧 他说他心很安 他觉得好像他会去的地方 是一个让他很踏实的地方 我就想问可能 我们佛教讲无常 可能在这么多变化和不确定性中 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怎么能获得一个心安 怎么能让心安下来 就是在这种变化和无常中 怎么能让心安下来 我觉得想问您 实际上 佛教是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哲学 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宗教 好 但我觉得 不管是对活人 对死人 对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言 实际上是佛教在某些时候 给您提供一个特别的引导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些事情 靠自己的心 如果心比较淡定 无论这个事情是再这么天大的事情 但它有非常坦然面对的勇气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 对我们一般的人而言 当它死亡 很多人都坚持没办法 就天涯塌下来了 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连想都不敢想 听都不想听 就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平时对佛教的教育 尤其是佛教的教育当中 就一直观修死亡无常 因为死亡无常是 对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 各教各派的这些大德们 在观修过程当中特别地重视 因为自己很长的时间当中 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修炼 这样以后一旦你真正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并没有可怕的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士兵 他平时用他的无数进行训练 最后他到了真地 对可怕的敌人作战的时候 他应该很多动作都是运用自如 非常熟练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里也可以这样的 因为我们对很多的恐惧 有些恐惧是虚妄的 有些恐惧是来自自己 并不是很了解的 因此按照佛教的教育来讲 其实死亡并不是一种可怕的 只不过换了一个身体 你在这里的心态换成了另一种心态 完全他明白这是一个过程而已 就像我从这里到别的地方 或者我换了一个衣服 我的身体没有变一样 我换了一个身体 我的心事并没有变 他完全明白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对死亡而言 虽然它是一个心的离成 但是对它更有把握 更有轻松 所以我觉得在摩西时候 我们可能换个角度 尤其是有信仰的人 我先觉得这方面是比较熟悉的 但没有信仰的人 我们从道理上可以明白 在任世间当中 有些是并不是依靠物质 或者并不是依靠我们的想象来安排的 应该是很多都是跟我们的信仰 跟我们的宗教 跟我们的内心有关系的 在这个时候 超越药物 超越技术 超越能力 这样对我们心更有有效的作用 我们也值得思考 所以刚才你讲的 有些确实是这样的 藏地很多高僧大德 有些修行人 对死亡并没有什么害怕的 而且他很乐意接受的 感谢康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做一些医学人文 方面的一些工作就给我们的医生和护士 就是在我们在聊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医生和护士见的死亡太多了 他如果是每一个人的死亡都要投入很多情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崩溃了 他没法工作了 所以他会练习着去隔离这些死亡对他的影响 或者是说这种很大的这种人生变故对他的影响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工作继续下去 那时间长了之后好像就形成了一个壳一样 好像他去感受这些人情冷暖 有一个不是那么直接 或者说自己有一个自我保护在这儿 我觉得我感觉是一种矛盾 因为医生做的是一个和这个生老病死关系非常密切的事情 他面对的是很多这种离别甚至是心生 但是呢他又要有一个感情是要隔离这些 有一种冲突吧 我想问问可能您会怎么看就是医生和护士们 他一方面为了适应这个工作他需要有一些隔离 有一些自我保护 不能卷入太多 但另一方面可能生活的事情 医疗的事情 会自然地又会影响到他们 可能您会怎么看 或者您会给医生 医生们 护士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 我也理解我们这个有些医生的质业的关系啊 当然有些是特意隔离的 有些是时间长了以后没有感觉 我刚才讲了 我们在我在的寺院里面 我刚开始到那里的时候 每天都是有好多尸体给他抄毒 刚开始给他念经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 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如是风光 现在已经变成石头一样了 就这样 好可怜啊 然后后来每天都要去超毒 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特别人活着 马上就变成这样 人病病的 后来慢慢也不像刚开始一样 所以可能医生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可能我们有一些感情 或者说一些工作上的隔禾 或者他的职业的思考 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不一定有这方面的影响 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 其实除了职业这样的一种对他的态度以外 就是更重要的一些感情上的 情绪上的 这样的话作为医生也是非常方便的 我觉得你如果对亡者也好 对病人也好 特别关注的话 实际上是对你的职业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你有更多的同情心 更有的慈悲心 用慈悲心的话 那你所有的这些 慈悲心变成一种正面的 不会变成负面的 我们的心态有正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如果你很害怕 很痛苦 一直这样 不敢摸 不敢说你特意的隔离 特意的远离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你对每一个病人 对每一个亡人 有一种就像我们大乘佛教讲的一样 有特别悲悯的同情心 这样你可能有机会去帮助他们 有机会经常去饶益他们 这种心态我觉得一生一般的 真正治病救人这样的理念不会有的 因为本身你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更有同情心 更有这样的话 那其实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一些机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这种心态和行为 没有从负面来理解 不像现在人一样 病人很可怜的 那你天天这样影响我 其实我们如果这种思想是很正面的 有大乘佛教的慈悲心那样的话 那不但是对你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你就更加工作会积极的 这样我觉得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面看 那是不会冲突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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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家可能不允许 有的国家是允许的 我想问堪布可能在佛教中 或者在您心中可能怎么去看安乐死 这样的一个自己来选择离开的一种方式 好像不是很自然 我想问可能在宗教中怎么看安乐死 宗教当中的话呢 以前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些高僧大德 他们对比如说杀牛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种杀牛用一种安乐死的方法是最好的 有些大德他会提倡过这样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类来讲 当然这边法律也是不允许的 再加上从佛教的戒律上讲的话 那么不管是你通过安乐死或者其他方式来杀害人 会犯了杀人的罪业 杀人的戒 所以是不允许的 当然只是一个佛教的戒条而已 实际上现在也是在其他国家 他们不断是法律支持的 还有很多人也会选择安乐死 所以我觉得安乐死也好 或者是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选择呢 可能是每个地方的这个传统 每个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选择都不同 甚至有些人的话呢也愿意自杀 尊敬的看部非常有缘分在这里见到您 非常开心 现在我是一名志愿者 从事的是安宁疗户工作 那么在带队的过程中呢 经常有这样一些新志愿者 在陪伴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边 以及陪伴结束之后 他感觉看到这种老病 还有临终的患者 他内心经常有一种无力感 而这个志愿者呢本身他就是一个佛教徒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的心力强大起来 比如说具体一点 念些什么咒语 念些什么佛号 甚至念些什么经 在当下那个场合 因为是在病房里边 还不能念出声 那么这个在当下还有回到家里边 如何从这种低落的情绪里边 让自己变得有力量 恳请看部能够给予指示 谢谢 这样的 我们佛教徒如果参加一些志愿的话 其实应该有一种灵活性好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信仰不同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 所以不应该有各种佛教的一些 当然有愿意接受的人 对他们用佛教的方式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 就根据当时 当地 当时人的情况 应该灵活地选择 要帮助到别人 这是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 不管是你个人的情绪低落也好 对他人的帮助其实内心当中默默地念观音菩萨的心咒 或者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这两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的念诵以后自己的心慢慢沉浸下来 然后慢慢沉浸下来以后 然后依靠自己的信心和注意力量又开始提升 我也是这样的 经常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可怜的病人 看到有些特别贫穷的家里 尤其是我去非洲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那些人马上已经饿死了 马上已经不醒了 看到比较特殊的场面 那很长时间心都没办法平静下来 回来之后就演一些咒语 自己慢慢又恢复到比较平常的状态当中 现在科学也是这样的 依靠咒语的能力心又得到平常或者清净的作用 也许可能我的信仰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今天心态不太好的时候 我就把手机全部都关掉 然后好好地念念咒语 就念个一百遍或者一千遍的时候 念完了以后好像心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 所以这种力量可能很难以用语言来说吧 所以我建议还是依靠一种咒语来 第三个 自己可以禅修 因为禅修是现在心得到平静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我们好多心情的波动因为自己的分别念 没办法调伏和没办法控制 当我持心比较此起彼伏的时候整个状态都是混乱的 所以我如果整个心态评证得很好 比如说你做个半个小时禅修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那么第四个方法我们经常要发利他心 比如说你今天去一个什么事情 别人骂你或者你心情不舒服的话 你就想这不是我为自己的就是为众生 为他人的 为他人受这样的委屈也好受这样的折磨也好 感受这样的痛苦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前辈的高僧大德们输过多少多少的折磨 如果这样自己的念头一转变的时候 也许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感谢您好 堪布您好 我是医学院的再读研究生 然后之前通过阅读和学习佛法了解了一些 就是关于死亡的知识 但是最近身边就是有一些人出现了抑郁症 就是自杀的这个情况 然后而且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原因 所以这个我之前学习也没有了解到 所以就想问一下您 一个是就是抑郁症他们是如何走到那一步 他们就是像您刚才说选择自杀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是像我们现在就是正常这种情况下去选择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发生这种事情之后 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谢谢您 看起来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你的那个里面有好几个问题 这样的首先是抑郁症 抑郁症实际上是现在的一个十代病 去年的一个统计里面说中国有九千多万人 这样的话十几个人当中应该是有一个抑郁症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这里应该接近有一百人左右 至少也有多少人不知道 像英国 河南他们基本上六个人当中有一个抑郁症 所以抑郁症现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心灵疾病 抑郁症的主要根源实际上可能物质发展得比较快 然后精神跟不上很多不平衡的状态 最后自己心里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 这样一来现在这个郁症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最好的方法我们也在不同的禅河当中讲过 可能念一些不懂佛还有莲花生大师的咒语 应该当前来讲是很惯用的不懂佛的咒语 和莲花生大师的咒语 我们赞扎 马哈若汉 红帕 或者嗡阿红帕 巴马斯的红 这样的方法是比较好的 然后一般自杀 自杀的话实际上是 以前舒本华也说过一个人 他活着的勇气已经没有了 死亡的勇气远远超过活着的勇气 他会选择自杀的 所以为什么自杀呢 其实按照一些民间的说法 自杀的时候有一种自杀魔 这个自杀魔已经入于这个人的心的时候 他就自己都不知道 比如说你要想吊死的话 别人给你一个花蛮 就说这个花蛮套在你的脖子上很美 这个时候你就把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自己已经自杀了 或者当你跳路的时候你就骑马 你就这样 那个时候你的心态都完全被摸 已经控制了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确实你不愿意活在这个世间上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把自己灭掉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原因吧 他实在是没办法生存 非常苦恼 你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看到有些人自杀 看到有些人死 实际上也是很可怜的 按照佛教的观点 最好是给他念观音信咒 就是我们给他做一些善事的话 确实是一个人离开世间 尤其是在四十九天当中 给他做的任何一个善事 对他来讲是也有陪伴的 也有作用的 所以我们一般对身边的人离去的时候 最好给他做一些功德和善事 做会相 当师您好 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我今天想请教上次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父母有七十多岁 快八十岁了 就是我一直就是想 希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 如果他们能够学习佛法 对他们是特别有利的 但是我很难说服他们 比如说我爸爸会说 我这么多的教育 我是不相信有神的 不相信有佛的 不相信有什么 就是他只相信他看得见的 那就是 还有呢就是因为他毕竟要面临生死 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上师开示 就是我对我爸爸这样的情况 我爸爸妈妈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用什么善巧方式 跟他们去谈关于生死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关于他们的 其实我就是 我也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 每天我会让他们看 每周看一集您的那个 就是 净土 就给他们发一门课 因为我在北京他们在老家 让他每周听一次课 他们现在也在听 但是呢就是我 我特别想让他们能够练 比如说阿弥陀佛 练这个咒语 但是他们也很难做到 我也想让上师告诉我 就是开示我 有什么样的善巧方式 能让他们去 每天有一点时间 能练练咒语都可以 因为他们每天 他们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倒是挺好的 就是我爸爸唱歌 妈妈也唱歌 然后他们每天是很开心的 但是对我来说我会知道就是 寿命无常嘛 然后在这个最后阶段 如果他们能做这些事情 那对他们是会更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智慧 也没有能力 稍等打断一下 能帮他 提醒您那个问题尽量简洁 好好好 就是这样 谢谢上师 我们一般来讲 每个人的信仰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当然如果有一些因缘 子女想让父母稍微改变也可以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改变的话 不改变也可以 因为每个人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改变尤其是心灵的信仰改变还是很困难的 这样这是一个方面的 然后第二个方面实际上他们如果看一些 我们关于心事上面 以前在不同的大学里面或者不同的知识分子 有关于心事和关于信仰 这方面的一些访谈和演讲吧 跟他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这些 既然他们已经净土方面的有些法能接受 其他的有些理论方面也可以接受 就慢慢慢慢接受 如果不接受最好不要跟他们吵架 也不要特别地勉强 第三个方面既然他们都有爱好唱歌 就给他们提供一些常释迦牟尼佛的佛歌 还有诸如此类的有一些种下善根 也是未必不可以的 尊敬的堪布您好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您是从宗教的角度上来看那个化善别 但是大部分医务工作者 他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像这种情况下 善的力量可以帮助那些即将临终的患者 可以帮助他们吗 就是善的力量 善良 比如说一个善良的心 一个善良的眼神 一个有爱心的拥抱 这是可以帮助患者的吗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实际上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也没事了 所谓的宗教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是 七十多亿人当中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大概有十亿左右六十多亿的人在全球的通气当中 都有宗教信仰的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 实际上是用善 用善当然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特别提倡善 善恋这样的话 那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慈善也好 一种伟大的事业吧 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十种善业 其实十种善业都是围绕一个善子 如果能做到善他没有任何宗教的标签 也是非常好 佛陀在《法聚经》当中说是 不亦善小 以为无福 不要认为因为善小而没有福的不要这样认为 那么随地随为坚硬大气 就是说一地一地的水虽然很小很微薄的 但是逐渐逐渐会变大的 因此我们一颗善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因此我们经常强调日种以善 心持以善 就是这个很重要 如果心底善良的话 心善一切善 心恶一切恶 这种行为导致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快乐的 尊敬的刊部您好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然后我实习的时候就在一个重症监护室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多的病人 他们呼吸是靠呼吸机去维持 然后饮食物是靠胃管去注入 然后生命体征是有的 但是的话他们很痛苦 然后我想知道这种状态在咱们佛教里面是一个 它是神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社会现象 似乎现在是更加的多了 就这种的病人 这种的病房更加的多了 然后我也是那个安宁疗户的一个志愿者 然后我想知道就是 我就是从我的感觉上感觉 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 但是是因为大家就是包括患者跟家属 他们选择的一个障碍 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以至于就是说像电剂啊 然后去维持呼吸啊 然后到最后就是这种甚至会长达几年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痛苦 我想请问您怎样有什么样的建议 谢谢 这种病人的痛苦我也看过一些 包括有些植物人 有些植物人好像生不如死 看起来这样活着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些长时间待在众生监护时也是非常痛苦 有些人一直在昏厥状态当中有好几个月 有些也是做各种各样的惦记疗法 看起来特别的残忍 当然我们可能佛教里面讲业力吧 每个众生的业力都不相同的 所以他的家人如果这样选择 然后他自己也是有这个业的话 我们可能身边的人只有帮他 除了如果有信仰的话 就默默地给他念念咒语 或者说只有按照意愿的各种方式来照办 除此之外可能没有更多的方法 确实看起来好像活着没有什么毅力 前一段时间我们家乡的一家人去到外地 结果翻车有一个女孩子也是个学生 她没有什么直觉已经变成植物人 但是现在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了 她自己有时候睁开眼睛 有时候念眼睛都不睁开 也许可能她会很长时间这样的 以前我在澳洲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植物人 母亲跟她陪很多年 但是她自己看起来有时候病得很痛苦 但有时候佛教里面讲业力没有尽可能是很难的 佛教里面说我们对有些虫物 对有些动物 让它弄得要死不活地放横成世间的话 那这种业力最后落到她身上的时候 她自己也是照样的 五百事当中感受这样的痛苦 所以也许确实跟很多人平常感受的不同 而且这种众生有时候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 我以前也是看过很多病人 就是他死不了 特别强 但是跟活人的生活完全都是不相同 有感受到他特别的严重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看到这些的时候 只有会讲业力不可思议 这个众生以前不知道造了什么业 有这种方式除此之外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 终生的业力先见的时候 佛陀的描述也是无论无意 有这种手法 看众您好 是这样 我刚才看到很多老师都在去提一些师者 或者是一些工作者去问 怎么叫做此心人术化善别 然后我想问 提生者去问一下 因为其实结合于我的一个情况 我的奶奶是2000年患的阿尔茨海默症 她其实现在已经躺在床上 之前还是有意识 但是现在在床上躺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爷爷其实是三四年的 她现在也八十多岁 我爷爷也是像刚才前面那个老师一样 她也是一辈子的这种唯物主义者 她是完全不会有这种宗教信仰的 然后之前我也替她求过西方三圣的这个画像 希望能够就是放在奶奶的这个窗头之类的 他们去比较坦然地面对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唯一物主义者其实是不太会在 可能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事情 现在看起来也平时过得挺好挺健康的 但是我担心这种一辈子的事情 它对他们很大的打击 所以像从您的角度来讲 在对于我们来讲 怎么能够去对这些生者 这些家人能够有一些比较强大的帮助 对他们在面对生而病死的时候能够比较有一个坚持的勇气 谢谢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这样觉得 也许可能我的信仰有点片面 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不管什么身份的人 到最后面对生老死病的时候也比较痛苦的 前两天我在北京大学有些老师和学生也谈起了 个别的一些老师他们在人世间当中应该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 但是自己的见解是根深蒂固对死亡也是不屈一顾 但后来真正遇到疾病 死亡痛苦的时候 连参教声都让人非常难受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自己提早的时候 对死亡有所准备的话即使没有文化的人 没有特别对社会贡献的人 但是最后他自己面对死亡或者面对疾病的时候 他至少也会有一些心灵的准备吧 我们现在无限的风光或者健康的身体 到最后他会有生老死病的威胁 他这样心灵的准备到最后真的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不这么痛苦即使痛苦 他就完全不会崩溃的 而没有这样的信仰支撑 也许可能在世间当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人 但是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自己还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我想不管是你爷爷的事也好 或者人的这种状况 我们都是没有必要去强求或者去改变别人的信仰也好 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也应该明白 人如果一辈子当中没有专注那一个心灵方面的知识 一旦心灵的痛苦分支塌来的时候 那这些人是数数无策的 现在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包括大学里面年轻的学者们对死亡有所思考 其实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并不是那样愚昧 大家对人生的问题 生老士兵的大事 去那么多人关注的话 其实有是有原因的 因此我觉得有些思想很难改变的话 我们也没有必要特意去改变 但是也希望大家都还是过得快快乐乐的 我们还有最后两个提问的机会 刚才那位先生 你好 堪波 我是来自一个社会公益组织 然后我们也是服务于安宁疗户 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都是三到六周 就是癌症末期的一些患者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团队服务的对象 一个是从可能还有一些更小的一些儿童 然后到一些成年的这样的患者 那我就想给我们这个团队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就是接触这样的病人 我们从陪伴开始 然后到给病人送走 那可能我们每一次的陪伴 可能我们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的体力 可能都感觉是有很大的消耗 那就是我们在 但同时呢 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同时也是给我们心力上面 也有很多的获得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陪伴生命 这样我们自我呢也会有一些成长 但是呢就是我们 私下里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可能还是感觉就是我们的消耗还是很大 就是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心力 请看母慈非开始 实际上你们的这种选择确实非常好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人心都比较冷漠 不要说数不相识的人去陪伴他们 甚至连自己亲生的子女也是对自己的父母亲人去陪伴 去送众的话有些地方是成了问题的 那么这个主要我们的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 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 这几年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去一些西方留学的学者的话 极个别的回来之后好像对我们的小顺父母 小顺敬养 对病人的照顾等等 这些方面的理念越来越薄弱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人自愿地发心 陪伴颂众这是非常大的功德 当然这个事情不是说着那么简单 其实做任何事理论是理论 实际是实际 我一直这样认为 我们理论上讲的话谁都可以说 像佛教徒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讲特别豪大的一个发愿 我要利益众生等等就这样的 但实际上你遇到一些给你关心不好的人 或者对你有一些诽谤 冲击这个时候心里恨之入骨 你的理论发愿跟实际的行动结合起来 这是非常大的矛盾 所以我们亲自去帮助人这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最关键的如果我们的心能堪能 心如果能做这方面的善事我想是对身体的消化 应该不会那么大的最关键的可能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支撑的力量比较强大的话 那这个身体也许可能跟他们陪一下 当然这个是你们有多少人可以轮班 可以不断地还人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为了自己而忙碌 远远地超过我们对别人的忙碌 比如说你跟别人陪六个小时的话 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事情做十个小时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我是非常赞叹 听说你们这里也是有这样的支援团队 其实有更多的这样的支援团队也很重要 我们很多善心人士其实对这种团队应该各方面给予支持 虽然做善事在哪里做的话 处处都碰皮做恶事比较顺利 在社会当中没有限制 没有违缘 做恶事比较容易做善事比较困难 可能身体没办法继续下去 心力没办法继续下去 周围的环境给你制造各种违缘 还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对你也带来各种不方便 等等我们会有很多的 因为经常说祷告以致 莫告以致 所以这样的行为肯定有很多违缘和困难 但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人的心 如果你的心喜欢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的 以前新加坡有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居士 他经常去陪病人九十多岁的时候非常健康 特丽莎修女也是经常到病房里面去的时候 她年龄那么高那个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你们的团队看起来应该各个身体也比较健壮 气色也不错应该不会到现在做任何善事 还是靠心力如果心力更加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心死了那再怎么样也是做不下去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关键的力量就是心 如果有心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 到喜马拉雅山上都没有问题的 如果心里走 不行的话那走不愿的 还有 这里有一个刚才 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最后 可以 再问一两个也可以 没事 好 那就最后两位问一下 虽然时间到了 但他们想做就行了 那我们就在先后顺序 先那位女士 在这位好吗 好 请务必简短回答 简短提问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他对上方的有要求 听到没有 好吧 明理答案上师 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我也是一个佛教徒 我的问题就是 在比如说这些患者非常痛苦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善巧方便说一些 比如说谎话呀 先安抚他 不知道这种方式您开许不开许 然后呢 但是刚才上一个人他的问题 其实您回答我已经有了答案 就是您的观念是看您自己的心 如何发心 即使有一些善巧方便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想上师对我们开示一下尺度 这种善巧方便的尺度 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尺度 第一个问题 对善巧方便来这样开导是非常好 让尺度自己来把握 因为根据情况来把握 不是我来把握 因为哪个地方的状况都不相同的 你们的意愿 你们的整个地方 整个形式 环境都是用自己的智慧来掌握 我的回答间断了 抱歉 刚才出现恐怖 希望您这位女士 那个上师您好啊 我是一个从事安宁疗户的医护工作者 所以我呢 经常会 那个 就是跟那个临终患者打交道 我想问您 您刚才讲到 人是由灵魂和躯体共同组成的 躯体是有形的 灵魂是无形的 躯体可以量化 灵魂如何评估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想问一下子 您觉得躯体和灵魂 是不是同步离开 这是一个问题 我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接触患者有的时候很短 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有的人在离世之前 他除了躯体痛苦以外 确实有灵性痛苦 而且越是灵性痛苦深的人 他离世的路程越艰难 所以我们接触的患者的时候 在短次内 因为我们不是长期接触 就是接触的时候 他已经有的时候 给我们的时间很短了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 当然宗教的力量 可以减少那个灵性的痛苦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宗教背景的 但是呢 我们的病人是千万别的 可能你还来不及去了解他的背景 他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在短期内 尽量把他这个灵性痛苦子降低 这是我关心的 因为安宁疗护提倡 患者要 死者要灵安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可能就比较欠缺 所以我想问您一下 谢谢上师 第一个 我们人确实是由 这个躯体和身世组成的 然后躯体是暂时的 这个身世是永久的 那么这个是 现在科学也是非常证明 人除了物质的成分以外 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 这个是我在其他书当中也是讲过 在这里不多说 实际上是身体的痛苦 佛教里面讲身体的痛苦 跟心事的痛苦是两种痛苦 而且身体痛苦对心也作用 心的痛苦对身体也作用 这两者完全是可以说分开的 但是也互相起作用 然后第二个问题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背景的人来讲 我们还是很关心减轻他的痛苦 但是有时候可能很难的 刚才所讲的一样 因为在这种特殊的场合当中 你可能也没办法问他的信仰 这样的这个时候可能除了医院里面的 就是有一些医生 护士 共同商量 就是打一些止痛药 除此之外可能也没有办法 精神上的安慰和这些能不能祈祷很难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利他行的话 那个时候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 可以当场灵活地把握一些机会 就根据当场的情况 唯一的这种选择可能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 谢谢上师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有一个患者 他来的时候他就讲 他灵魂和肉体不是同步的 他说我灵魂已经开始离开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就非常平静地离开了 所以但是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困扰 我们全科人都很平静地接受这件事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那个因为那个临终的患者 周围都围着很多的人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个别的时候 跟患者单独地去聊一下的 可能会放很多的这种方面的压力和痛苦 我想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能实现 对 其实如果我们一无患者也好 志愿者如果有一些事件有一些方便 那个时候那个患者这种心态是非常脆弱的 尤其是有些人他根本没有帮助他的人 他一方面自己明明发现离开这个世间了 一方面身边没有人安慰的话 对他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来安慰他 这是对他来讲是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可能不管是一无人缘 经常有一种利他心尽可能地对他 我们生病的时候在旁边有一些医生 哪怕是说一句比较温馨的语言的话 就是众生的难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二十多年前在厦门住院 那里有个别的护士对我特别不好 我现在还是有点 虽然我没有报仇的心 但是我还是每次想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受到很大的欺负 好 谢谢叔叔 感谢刊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用心的参与和聆听 那话题很重大 所以出过几次错 感谢大家的包容 那无论是否有信仰 是否是医生或者志愿者的身份 我们都发愿用善良的心来对待他人 那让我们再一次起立 用掌声恭送看部 表达我们的感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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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